嘿大家好,我是Kelly,我是美国福利里达州的房地产经纪 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房地产买卖,房地产管理等一些基本知识 希望大家有问题在这里提出来,我和大家共同解答分享 嘿大家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四,2022年 今天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市场的新房源,1379 涨价的108,降价的1438,看这个数据今天是最高的 因为周四一般,卖家会把房子listing上面来 所以卖家,原来的卖家,他的价钱不合理,太疯狂的时候登出来的 一定要降一降价和那些新房源compete 然后有backer market,这些是没有打成协议的 然后卖房又把它登出市场上来,卖掉的583,判定的873 来和我去看一下新房源 Long4Key上有一个将近100万的99万5 这个无敌海景房,大家来看一下 这真实无敌海景,看见了吗?第一张照片,第三张照片 第四张照片就是这样子,OK? very nice,like this,not available all the time,anytime when you want to buy it 所以这个房子,什么时候 available 你有这个chance,如果钱对你不是太在乎的话 就说谁都在乎自己的钱了,当然 就说你想拥有一套这样的房 钱多钱少,无所谓你拥有这样一套房 那么就是无敌海景的地方,right? Look at this,full,blue and blue green,green blue and blue and white very nice view,right? very nice 大理事台面 健身房,图书馆,广球 everything,OK? 入月费,一月一千零五十块钱 Your beach friend escaped,I waits in the island club of longboat longboat key,这个是在 七零年的房,一千二百三十五平方英尺 two bedroom,two bus,very nice 九十多万多便宜啊,九十多万才 这个是七十四万五 UOS,一个卫生间,83年的房 便宜,才七十四万五 六百四十二平方英尺 看一下它的view 它的view怎么样 这样的房 OK 楼下是车库停车的地方 无底海景,right? Look at that 无底海景 便宜,一个卧室,一个卫生间 对于面积不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说一个卧室 这个面积也可以的话 这个房是个不错的价钱 七十万五 六百四十二平方英尺 一个月五月费,七百五十九 它也是在longboat key OK 无底海景房 有两个在longboat key上面 然后这个是一千一百五十五万的房子 这样的在这里 开在little beach 也是高层的 高层的住宅 这个是新房 OK 在2022年的 它现在正在卖 热卖,OK 这是在 Saint-Town-Little Beach 在这附近 然后这儿还有一个五百多万的房 估计能停船 这个 看一下房的照片 这是通的这儿 然后还能停船 这个家地很大 看得出来 right? 这个东西走向的 这块地都是它家的 这个照片搞得好 它给这段 这个photographer还是不错的 做这张照片 能够停船 在这儿停船 然后就是Dock 在这儿 你搞船啊 洗啊 下雨的时候啊 暴晒的时候啊 都有烟量 就是都折上了 都有棚 这个搞得 不管是颜色怎么样 人家搞了这个 做得很坚固 这个Dock 看得了吗 可以在这儿钓鱼 人家搞的这电也在这儿 能够用电 能够用水 所以在这儿钓鱼没问题 所以这家这个房都进行了 这个进行了修建 进行了建造这些码头 对吧 在这儿开船 下海了 可以停几个船 看见没有 还有Cayak Boat Boat 这儿还有一个 Boat Nostore 搞得不错 OK 这儿还有Dock 然后后院 这就是每天看西洋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然后这儿都有这个LED灯 落日的时候 非常美 You can do everything here Right The beach The boat The fishing 580万的房 OK 这儿还有一个币 100多万 159万 160万可以停船 看见了吗 在这儿 160万的房 三国是两卫生间 69年的房 三国是两卫生间 1815平方英尺 物业费 12块5毛 估计是Optional 是的 一个月 一年 Optional 150美金的物业费 这房有两个块 两个车库 还有可以下船的 这个Sea Wall 都有这个搞好了 的Sea Wall 在这儿可以重新 建造一个Dock 停船用的 挺好 OK 100多万 拥有一个自己的 Single Finance Home 所以这个价钱 估计能被抢走 因为又能停船 又能 有车库 可以停船停车 没问题 停房车 停船没问题 这个地方 地块多大 0.27 这个估计能被抢 朋友们 看我说的话 对不对 你也自己做一个判断 看是几天能被抢 我估计也在这点之内 这房能够被抢走 被卖掉 大家都做一下这样的一种预测 来考验自己的判断地 好不好 143万的房 这个房 看样子挺新 重新看一下 2006年的 这个房也挺 也挺好 估计也能被抢 如果他也能有停船的地方 没有 没有停船的地方 有游泳池 院子 这边也能停船 所以这个房 也非常漂亮 因为比较新 而且离海边比较近 而且他离海边比较近 这次 这一片都是好区 有朋友问我好区坏区 在这一边 这Marser Lusher King在这 这附近 Marser Lusher King这条街 这以前以后全都住了黑人 在这一片全都住了黑人 而且这一片全是黑人 这片有没有 有些物业的话 这边少一点 白人也很多 但是这一片都是黑人 OK 我在Ringling College这边 我买过一个房 因为我觉得离那个Ringling College 这个艺术大学很近 我买的房我就发现错误了 但是我如果我也不要了 我的deposit is non-refundable 所以的5000块钱 但是我没有房也赚了 但是这个区的话 我买房挺背景的 我就是在这块 Ringling College在这附近 所以大家要跟我问一下 哪个区别好 买房 考虑慢慢的了解这个市场 OK 经常看我的视频 我每个视频说的内容不一样 看到什么说什么 大家就会对这个 这个Sarasota这个area 就能有一定的了解 或者对买佛州的房 应该注意什么 这个很重要 我看到什么 能说什么 看不到的提醒不了我 没法说 你们也不问问题的话 就没法说 OK 所以大家要积极的订阅我的频道 支持我的频道 我才有更多的时间 和大家来分享 房地产上的这些信息 和房地产方面的支持 我非常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转发 评论 我非常非常需要 大家和我互动 我才有知道 你们有什么方面的 这个想法 要求什么的 我目前只注重Sarasota这块 因为我住的地方比较近 我就在Sarasota 必须旁边的 一个小房 我买了一个非常小的房 一个公寓 两个卧室 两个厢间 我准备把我的大院给卖了 所以我在同时做两点事 一直卖房 我已经买了房 本来我是想先卖房 再买房 可是时间越来越不允许 我决定放弃 我原来一直是想买 Sarasota 但是我还是决定买一个 小一点的准备 简化生活 给自己的时间 多多的留给自己 130万的房 OK 这个房的话是2017年的 然后2416平方英词 虽然它是学区房 虽然它是学区房 但它比较过也看见了吗 所以我跟大家说的 在这块的这个房 就被卖掉了才70多万 我就跟大家说 这个绝对便宜 绝对便宜 就这个房 它对面就是网球场 就在这 三天之内就肯定 我说过的话 一定要记住 因为我就住在这个城市 我了解这个城市 不是说分分100% 什么都了解 我不是本地人 本地人有好多新建的房 公共都知道 所以有很大的变化 建建筑商 什么的2012年的房 3万9 就是condo 新购Familhome 这个便宜 如果的话 它新购Familhome 这个算便宜 我觉得不像 如果新购Familhome 它这个挺便宜的 那新购Familhome 为什么这样呢 我觉得好像是Vila 所以目前为止 我想只注重 Sertle 这是个Vila Share the wall 所以这个新购Familhome 有的它写的 是那么写 但实际上它是Vila Share the wall 2 car garage 是Share the wall OK 这是2 car garage 看不见 所以因为我在 慢慢的在装修我的房 这是200多万的房 OK 想看一下 开下眼 好的 我们开下眼 200多万的房 这样的 迅速浏览一下 全部都是Payver 全部 而且游泳池非常漂亮 有的人喜欢方形的 方方正正的游泳池 我觉得 因为那个小机器人 在里头 在吸尘的时候 那个角落 不一定能吸得到 所以我觉得圆弧状的 给你小机器人 在里边 那个自动的 这个清洗 吸尘的 这个Vacuum Cleaner 在你用在 Swing Pool里头的 这个还有个小二楼 还有个小的 这个阳台 所以这个房 看见了吗 这个地砖非常漂亮 而且这是台下盆 不锈钢的台下盆 很高的这个 这个Sealing Storing Sealing Tree Sealing 这个地非常高 非常豪华 OK 这房非常豪华 200多万的房 OK 这里有Longereton Longerone with cabinets 然后Swimming Pool and Lone Area 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Very nice 百万豪宅 OK 200多万的豪宅 是这样子的 2149万 就是220万吧 2066年的房 5000平方英尺 OK 看见吗 5000平方英尺 室内 所以这房 豪华大房 这个53万 还算便宜 OK 这个100多万 143万3 这个房 我们看了 没有 这个砖瓦房挺好吧 房顶 end unit 这个好 OK 说过了 end unit always dejable because on the other side you don't have any neighbor you know you have lots of freedom means on the other side there's no neighbors I don't know it making me noise I mean listen to the music the radio make it louder whatever everything is your freedom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 in your own house right OK 这个也挺不错的 地砖 不用重新装了 大理事台面 台下盆 everything is nice very nice 这个房便宜 40万9 一定要快点想 这个房要快点想 Lake Sarasota也是不错的区 OK 这个要快点想 40万9 绝对 三天之内肯定判定 OK 这个房便宜 这个房便宜 Yep 然后它有个Lake View OK 这朋友在这边住 朋友在这边住 朋友就在这边住 非常 没有无业费 停船停船 没问题 这个烙得多大 烙得0.18不小 OK 2020年人家买的 27万4 但人家进行了 全部的装修 两年之后 拿出来卖 OK 这是新房的情况 看一下29万9 还有一个房侃 一下 它是condo Yep 它是condo 有的人愿意买 新购配 我们三十八万五 对 新购配 Always more desirable thancondo Enderthorne homes 三十八万五 一千二百一十 平方一辆 白中两辆 2车 Garage I like that I think this is the villa 因为shared garage 38万五 Villa It is Villa 这边又出了一个 好房 二百一十万 看见了吗 这是Porty Home Porty 然后是多大 2486平方英尺 二百一十万的房 挂出来要热卖 OK 这个是什么model 我看一下 它这个好像太太够 这个 Floakland Pentacle Screen Picture screen The pool Nice OK 二百一十万的房 人家拿出来卖 原来我帮朋友买的一百三十万 过了两天攀点 吓坏了 怕别人想去 所以这个房一再的涨 一般的华人不太愿意要游泳池 有的要游泳池 觉得漂亮 但是每个月要至少花200美金 因为 Electric And chemicals For maintaining the pool And electric to run the filter You know Talk about the pool Allow some maintenance 2020的Home was built 所以这个房 人家 买了之后 又给他卖了 要卖这房 OK 这房二百一十万 现在这个小区 卖这样的房 估计还会更贵 它比Builder 一定要便宜 否则的话 Builder会beat 这个在corner OK 这边没有邻居 这边是绿化带 所以这个家的湖景 绝对是 怎么说 这家的湖景 非常的大 然后这边就是clubhouse 随时随地就到clubhouse 打网球 游泳 健身 这次Potty Home 我非常清楚 这个小区OK 这个小区的优点就是 全户都是豪宅 这些小区 都是上百万的房 OK 如果买的便宜的 都是2020年19年 这个时候买的 但现在买的 这个景色多么漂亮 多么长的这个view 这个泪 这家才多少啊 所以这片啊 湖的湖面 非常大 非常漂亮 但是它这个家的upgrade 我们再来看一下 来号市 它家是多少钱买的 我都能看到 OK 因为我在这已经买了两套房子 所以朋友们 这个小区 富人们都在这买 为什么 这房高档 它多少钱买的 猜一下吗 85万 No 它是85万买 买的就要赚100万 那太值了 现在卖220万 在这个区的话 都买不到 没有那样的湖景 OK 这家是2020年 Close 看看吗 它家是2020年 Close Wait a second 应该写一个 sold date 2020年 1月24号 买掉了 OK 2020年 所以这个房 便宜极了 太便宜了 我帮我的客户 买了2021年的1月份 然后1月21号 签了合同 帮他抢了一个地块 他看的地块 比我帮他买的地块 过于了32万多 所以帮他抢了一个地块分 非常便宜 你还会多说我们去看其他的房源 这个啊 要想干嘛的 赶紧和我联系 这个现在旁边没有这么大的湖 而且你买的都会比这个贵 如果你想跟他讨价还价 也是可以的 但是 但是就给他这个listing price 就能抢到 就算不错 OK 动作一定要快 在这方面上 地产经济一定要被客户负责 省钱 你早点想就意味着很 较少的竞争者和你竞争 那么你那个价钱没准就能拿到 否则你晚一步 就会有很多 晚一天就会有很多的 offer进去了 你就被别人家beat下去了 明白 所以这个我们有那个客户 连夜赶紧一些offer 我们拿到 我真的很这个很庆幸 当第二天有人又去看房的时候 那心就吓得 我说我这个 要是没 客户本来想多给 给一些offer 我说不 就这个价钱 我帮客户又省了一份钱 所以这个绝对是 地产经济的一种经验来的 但是如果你帮客人 想不到那房 客人也会怪罪你 我曾经有一个客户 也是这样 我客户也是想多给钱 我也嫌太贵 所以呢 没买上 不过呢 客户也不是非常早急 一定要买的合适的 所以有的时候 对价格的判断 绝对是地产经济的一种 也是客户 如果执意 一定要买 那就多价钱 不怕多少 喜欢就买 在自己的范围内 就天亮自己做决定 地产经济也猫不着头脑 因为对方经济 绝对不和你配合 因为他得到了multiple offer 他绝对不跟你 不告诉你 哪个价位能买到 OK 一定要自己研究市场 地产经济 不是说对某个地区的房 都了解 你知道吗 指望地产经济给你的 最漂亮的价值 能拿到的价格 也是一种幸运 OK 这个房子还硬性的 Volted ceiling很漂亮 但这好像是frame home 对是frame home 不介绍 OK 这样的房子介绍 在佛州 能买block home 就要买block home 这有25万5的 估计也是公寓 town home 这个房卖得很快 又除了一个25万5 他登对自己的价钱 一定要尊重他这个价钱 为什么 边上连去卖的这个价 他就登对这个价钱 两国是两位仲间 如果你要差 差不太多 如果你现金offer 然后你在做 开刷 怎么着都可以 你为了少给钱 或者怎么着 你都有办法 30万的房挺便宜的 一个car garage OK 这个有啦 那也不错 挺好 这个也不错 83年的房子 是特别老 1200平方英词 能停船 能停房车 地块 多大0.13 也算可以 便宜 30万这个地区可以 Oh这个地区 Not really 但这一片 也比这一片 强得多得多 这一片有朋友 在这边住 在Lacourage这边 都是白人 所以这一片 不是说特别不好 这边这个小区 只要是在 这里左右 你知道 这边都不太好 这边 OK 这边都不太好 这边 因为这边住了很多的黑人 但US41 这边都是豪宅 百万豪宅 OK 这边的白人多 没有什么黑人 这这片黑人特别多 OK Marcel Luther King 特别的多呀黑人 骑自行车 干嘛 我重新在这要买 commercial 18th Street 我去了好几次就看 晚上很多的黑人 在这骑自行车 走来走去 你看看 所以今天有个客人 问我这个区怎么样 我就搞的这区不好 虽然是全户装俗的房 我说这个区不好 他要做Airbnb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区 Airbnb4 客人 你这两三天就走 可是你住在黑人区的附近 你的房什么时候 能被撬 你都不知道 虽然是没有这样的案例 但是 一定要住在 人 好的那个活动 OK Recommendation My only recommendation OK My recommendation only 这种小朋友 是frame home 不建议 大家一定要会看 什么是 wood frame OK 我老控 我在视频里讲过很多遍 我希望大家 要听得进去我讲的东西 我反来伏去的不断的在讲 希望大家给我个点赞 好吗 然后呢 买房卖房都是啊 这个和我共同交流 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互相探讨 来了 我们再去看一下 Sold吧 Sold pending 我们再看一下 pending也可以 OK 我们看这个Sold的意思是什么 37万 Veter second 这是gradington 这个啊 310万的房 他刚出来多少钱 330万 减掉20万 应该现金看一下 现金买走的 看见了吗 long bow key 卖掉了 减掉20万 但是他的 他的价钱贵 减了20万就百分之多少啊 对吧 所以无所谓 250万的房 看一下登价多少钱 290万 降了40万 应该现金offer 看见了吗 现金买250万的房 没问题 看见了吗 漂亮无敌海景房 就是这么讲 你给价钱低点没关系 要现金抢房 7天之内 对吧 一定要在10天之内 想抢房的话 否则那个房 被别人抢去了 52万的在当场附近 宝粉tower 他登出来 64万9 52万买的 过了30天 OK 两卧是两卧生间 1200平方英尺 估计不定有海景 所以他这个不太 resirable 看一下他房间的view 对吧 房间和我都是这种房 所以呢 他这个没被抢 就是这个原因 64万和52万 两卧是两卧生间 便宜 这房太便宜 861平方英尺 1200 heated area OK 好嘞 我们再看一下 Golfgate的这个房 28万9 这是Villa 28万9 无天28万9 估计是贷款 因为是28万9 对 Conventional 你应该有这种判断力 你就成了 OK 170万的房 看一下他登多少钱 185万 应该现金买掉的 看一下他是不是 没有 Conventional loan 买的 他给奖价了10万 15万 170万买的 170万买的 OK 对 他好像是duplex right something OK 他这个 就这个 我们唯一遇到一个 Conventional loan 降了15万 在这附近 right 因为这个是 在这儿 在岛子上那个房 他后院能不能停船 他这个地也不小 这地也不小 好像是corner loan no 这是个 driveway 能停船停船 然后走过去就是沙滩 你看 走过去就是沙滩 走一个Vlog 这就到沙滩了 骑进车都可以 OK 就在这个岛子上 OK 我们再来看下判定 要不然 6至9万5的看一下 多少钱卖的 他多少钱当的 69万9 他69万卖的 减的7千块钱 这个房 我跟大家说过这个房 几天判定 6天吧 应该是多少钱 现金买掉了 看一下 是不是现金 no 可能是no loan 公开 2015年的房 这个房 我跟大家说过 这个房停 然后看一下这个房 130万 然后这个房 50天判定 这个买的便宜 138万 130万 去掉8万5 去掉7万5 他给减价7万5 应该现金 确实现金卖的 但是多少天 50天也照样现金 买走了 三个车库 然后French door 前面的树 搞得非常漂亮 OK 没有那乱七八糟的 Oktray乱七八糟 所以这个房就给卖 而且后面有湖景 看见了吗 有用词豪宅 这确实豪宅 所以这样的房 差几千块钱 卖半就卖了 嗯 看一下判定吧 大概这期啊 这样子 大家知道 什么样的房 买什么样的价钱 多少天判定 多少天 你一定要把off递出去 如果你喜欢的话 这个是 看一下Lombo Key 这OK Lombo Key有一个房 这是书渡房 然后看一下这个 Lidle Beach61万 这个是好像一个卧室 两卧室两卧生间 61万登出来的 然后96天判定 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 看一下这个 这个48万5 这个估计6天判定 No 14天也不错 OK 在15天之内判定 这房都不错 OK 因为他经过了两个星期 这又出了一个房 48万5 刚才看见了 sorry OK 这还有一个48万5 87万5 点错了刚才 87万5 56天判定 三卧室两卧生间 1700 这个呢 31万 这个应该是Vila 或者Kondo OK 看一下 Kondo 两天就判定 便宜 学区房附金 OK 两卧室两卧生间 31万 便宜 OK 1000平方样子 31万 因为民学校 比较近 学校在这 OK 所以有些人 129万的房 多少天判定 三次天 No 7天判定 这边的区好 他物业费160 便宜 太便宜 所以他这个 卖了 7天判定 这个呢 78万几天判定 10天之内判定 No 57天 OK 这小区不错的 57天 恭喜他刚才加在高 所以呢 有点不符合现实 69万5的 几天判定 两天 看见了这房 我跟大家介绍过这房 三天 差一点 要有这个能耐 就漂亮了 你买房就 所向提迷了 是不是 我说这话 这个排一下 这个39万 943天 这房子喜欢 46万5 这房子不喜欢 14天 看见了吗 14天也判定了 也不错的 47万这个房还可以 15天判定 Oh my God 112天 这也神毛病 No 他这个drive位挺好的 他这灯的也许太贵了 后边没有院子 没有privacy 但是可以住 可能是这原因 三或是两个厘间 1300三大 47万 一个车库 他这灯的有点高 他这灯的有点高 所以他那个 你那个价钱 灯的不适合 19万除了一个房 两个十辆卫生间 967平方英尺 350物业费 Head Lake Village 这挺好 他这可能是backer market 这全都装修了 这房挺好的 地毯子在卧室里 然后这卫生间呢 也进行装修 好的 新市场的地砖 这个B砖 这个都挺好 这个愿意换 将来加换 我那个2019年卖的 我这个灯 我全标的这个灯 我全部都给关关了 全是LED的那种 可以飞行 to that way 飞行 to this way to that way 我那个灯也不错的 所以呢 我看见有些东西 比较好的 就在一些这个 discounted的那些柜台 我就买那些 我需要的 我家里需要装修的东西 我就给买下来 所以说我的 买的那些灯啊 这些建筑材料 一般都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我才买 我一般家里 有好多的一些建筑材料 还在那堆着呢 就是说我知道 需要装修房的时候 我就把它买回来 放在那 然后再装修下一个房的时候 我再把它用上 所以我家里 现在还有三个sink 就是cation sink 我还有三个 我换下来两个 还有一个 我需要更换的 那两个可以把它 卖破铜破铁的 可以把它卖的 有recycle place 在Salesoft 我也可以和大家 再交代一下 如果有些破铁破铁的 比如说 这个application 你不要的都可以去recycle 卖一个冰箱 好像我上次卖了20块钱 19块钱 也就油费就在我家后院 所以我不做白不做 不recycle 也是对不起这些东西 有一个还是好使的 但是不喜欢在家站地方 把它送到后院去recycle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点赞订阅 转发评论 下次再见